柯文哲開演唱會為2024大學募款造勢 但卻被說選總統選到進個熱股 才讓他民調下跌3% 不開也可能掉3% 不開也掉更多 而民進黨執政難道都是看顏色辦事 在一檔爆料 過去賴清德擔任台南市長時 曾爭取43億天價 要打造沙倫科技城 而當時的金發局長陳凱琳 還吹捧這回是第二個護國神山 沒想到到最後只蓋了百貨公司 幾乎淪為空城 還被審計部檢討成效不如預期 甚至淪為不孝官員受惠藉口 陳凱琳不孝官員 拿來利用讀詐欺騙廠商 自己接受性招待跟拿去貪污 這是非常不對的 前瞻計畫是柯文哲跟民進黨 分手最重要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你沒有財政距離 錢亂花 這不是我們當年要支持的民進黨 從基隆簽回變基隆決議 我就問你什麼時候開工 那就是規則嘛 民進黨執政不止千億預算 隨便花主張務實台對賴清德 遭國台辦痛批 民進黨以美謀讀 賴清德就是麻煩製造者 而賴清德若選上總統 台灣真能揮別台獨隱隱嗎 賴清德戰爭風險還是高 台海不應該有戰爭 因為美國還沒有決心跟中國對打 台灣應該成為中美溝通的橋樑 不是中美對抗的棋子 如果真的賴清德當選 台灣要怎麼應付 賴清德為了淡化台獨色彩 現在拚命說要維持現狀 侯宜嗆聲 你到底是要維持那種現狀 全世界都把台灣當成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像日本每個人都關心台海危機 這叫兵兇戰爲的現狀 我們所謂的現狀是要回到 和平穩定的兩岸現狀 反對台獨 當2024成為台灣百姓 生與死的抉擇 我們的未來就在自己手裡 記者黃一鈞 許光豪 SMG小組 台北報導